兩位小朋友好 主持人好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們自己 大家好,我是四童國小李宇君 我的媽媽是理髮師 爸爸是農夫 大家好,我是大美國小詹怡婕 我的媽媽是保姆 爸爸是職業軍人 你什麼時候接觸到果凍花? 媽媽的朋友介紹我去學果凍花 我看到我姨媽在做果凍花有興趣 果凍花一開始會不會覺得很難 要把顏料打進去果凍裡面? 會 然後後來是怎麼樣慢慢越做越漂亮? 練習 然後你們做不好的時候會不會想哭? 有一點 學多久了?到現在? 一年多了 一年多 你們覺得果凍花最難是什麼? 爆針 就是打進去搓菜下面 然後果凍會爆出來 擠太多對不對?太用力了 嗯 所以你們一開始都不會控制那個力量 對 你們自己喜歡吃果凍花嗎? 喜歡 可是每次做完這麼大一顆你們怎麼吃? 跟家人一起吃 然後你們喜歡吃什麼口味的果凍花? 草莓 草莓怎麼做? 用草莓粉 好那我們來講這次的比賽好不好? 聽說你們有去台北比賽 然後做好你的作品放在那邊讓評審看 對 好那你們兩個得到什麼樣的獎項? 銅牌 夏日葵的葉子戳到花瓣裡面 喔你的意思是如果沒有戳到花瓣就會拿到金牌就對 應該是 好那你咧? 老師教得很好 比賽前你們兩個有沒有壓力會不會很緊張? 會 對 那你們有沒有練習過很多遍才決定最漂亮的那個拿去比賽? 有 那你們總共做了幾遍? 三次 做三顆喔 才挑出滿意的 那你咧? 兩次 那你做什麼花? 花圈 那你們有沒有最厲害的花是什麼花? 夏日葵 所以你就用夏日葵比賽? 對 康乃馨 你最會做康乃馨 那你為什麼沒有做康乃馨去比賽會做花圈? 因為手受傷 那你手為什麼會受傷? 走樓梯的時候跌倒 什麼時候可以打開? 三個月後 蛤?你比賽前受傷的欸? 對 那你那時候不是會哭很慘? 對 不能參加比賽? 對 會不會想當果冬花老師? 一點點 會 你們現在有花很多時間練習嗎? 禮拜六 早上到下午 那如果以後不能做果冬花老師你們要做什麼? 你會不會想當跟你媽媽一樣? 做美髮? 會 所以你的辮子是你媽媽綁的? 對 意見你欸? 綁我 因為你媽媽帶小孩 不會覺得小孩很吵嗎?一直哭? 要看他們現在想做什麼? 什麼狀況他們會哭? 想睡覺跟肚子餓還有尿布濕了 姚媽對你們家裡爸爸媽媽小老師講一些話 要謝謝他們才有這次的比賽成績 我要謝謝老師教我們果冬花 還要謝謝爸爸媽媽幫我們出錢才能去比賽 謝謝老師